歡迎收看手機遊戲喪屍女友,我是釀斯,大家好! 好,那,呃,即上一集結束之後呢,呃,上一集啊,我不是有跟大家講說不要劇透,不要預知我跟我女友小魚的未來嘛,對不對? 結果呢,講了之後啊,還是有人在影片下方留言劇透啊,那大家有興趣可以回去看一下,那個留言我就不刪了,所以,蠻累的。 好啦,我們就今天就不多講了,呃,反正以後呢,呃,劇透的人呢,我就不提醒你了,我就直接Ban了,我也不想解釋,解釋講這麼多話了,感覺好浪費時間喔,就是都沒有用啊,對啊,所以劇透的人呢,以後呢,我就直接Ban了,我不會跟你講說我有沒有Ban你之類的齁,那影片你照樣可以看,只是你的留言的權限就會被我取消這樣,Ban的意思就是這樣,你就是無法留言這個樣子,所以希望如果你想要留言跟我互動的觀眾們, 不要再劇透了,謝謝,好,那我們開始吧,Game Start! 好的,今天頭髮,今天我的頭髮有點亂,OK,應該這樣可以了,然後呢,上一集我們的小魚啊,已經變成這個樣子,然後我私底下殺了蠻多殭屍的,我現在再來殺幾隻殭屍喔,今天的那個遊戲聲音可能會比較大聲,因為我覺得前面幾集的遊戲聲音都太小聲了,所以我這一集呢,呃,就想辦法把它變大聲了這個樣子,那如果太大聲呢,還請見諒,我下一集再調,謝謝啦,好,我們開始, 殺殭屍吧,OK,欸,等一下,還有一隻,377了,好,那我們來餵一下小魚腦袋吧,上一次進化呢,是餵100顆嘛,那我們這次看一下是不是也是100顆呢,我們先跟他講話一下,今天都還沒有跟小魚講到話呢,不要,拜託你不要這麼說啦,小魚,今天呢,我昨天的那一集,我昨天拍的那一集啊,呃,就是在今天的,今天,集有幾號? 呃,今天的一月二十,二十,呃,不對,下一集點啊,哦,對,今天的一月二十五號啊,我發布了昨天晚上我拍的,呃,前一集啊,有說大家,叫大家不要再預知我跟你的未來了,就不要再劇透了,可是還有人劇透耶,怎麼辦小魚,你叫我好不好 哦,像是各自的人格,哦,他的意思,我知道他,小魚要跟我講什麼,你們一定看不懂他要講什麼對不對,小魚的意思就是說呢,每一個人的想法都不一樣,那你無法強迫那些想劇透的人,強迫他不要劇透,但是呢,他的意思又是說,但是這是你的頻道,所以說,你最終呢,你可以直接把他們ban掉, 就不要再,呃,想辦法要,呃,告,告知他們真相,或者是告訴他們劇透是不好的行為之類的,因為他們也不會懂,他們就是堅持自己的想法,那就算了,所以小魚的意思就是說,以後遇到這種事情呢,就直接ban掉了,反正ban掉之後呢,那個人就不, 不可能再回來劇透了,對,謝謝小魚,你果然懂我,好,再跟你聊一下,你的人生真是亂七八糟,你又批評我了,我決定,我要為你腦袋再讓你進化,你現在真的是太叛逆了,我不喜歡現在的你,我要讓你進化,來,我來為你腦袋了,現在是377,剩277的時候,我們看一下他會不會進化哦,好,開始吧 他這一次吃腦袋的方法是用腳踩,大家再仔細看一下,有沒有有沒有,真的是用腳踩 我覺得聲音好像有點太大聲了,我切小聲一點點 感覺有點小聲了,再切大聲一點好了 好了,278囉 果真的耶,又是100顆就進化了,這是第幾次進化,第五次了對不對 等一下哦 會蓋到字 對女孩子而言,整理儀容是非常重要的呢 呃,看起來你相當的喜歡這面鏡子呢 呃,真是太好了,請把它當作我,好好的珍惜哦 Yumi 好啦,那我們的小魚呢,終於又變了一個樣子了 他前一階段的好幾顆頭不見了 現在身上呢,只剩兩顆頭 兩顆頭 然後呢,這兩顆頭呢,都一直照著鏡子 所以,看起來是他很喜歡,呃,就是整理儀容的意思啦 不過,這個階段的小魚看起來是比較正常一點的 雖然多出了一顆頭,跟一隻手 對 但,看起來就比較像人形啦,我們來跟他對話一下好了 小魚你現在覺得怎麼樣啊 仔細的看你的眼睛也是紅色的呢 我的眼睛哪是紅色的啊 大家看一下 我的眼睛哪有紅色的 沒有好不好,亂講話小魚 我頭髮又亂了 因為沒有 書太整齊 有件事不跟你講是不行的 什麼事 或許我們根本無處可逃 不會啊,你看我主角威能 每天為你殺了幾百隻殭屍 沒有到幾百隻啊,大概一百隻左右而已 你看我主角威能耶,怎麼可能逃不掉 要不是你在這邊喔,我早就逃啦 對於照鏡子這事我會有點難過 為什麼啊 我覺得現在的你也蠻可愛的啊 咦,我明明有想到什麼事情的說 我有時候也會這樣 比如說我原本要拿眼鏡 原本要拿眼鏡 可是我走到眼鏡面前的時候呢 我就會想說 欸 我是要做什麼啊 我剛剛是想做什麼 我忘記了 對,有時候會這樣 光是想起來就會顫抖了 咦,我明明有想到什麼事情說 前面看起來的我比較可愛 他覺得前面這顆頭比較可愛 後面那顆長在背後的頭 他覺得比較不可愛 我來看一下 呃 那個前面的 三個的那個 形態我都已經對話完了 剩最後一個這個 這我私底下弄好了啦 有空再弄啊 然後呢 我們再解鎖一張圖好了 這一張 我們用150顆腦袋來解鎖一下 那這張圖長什麼樣子 好可愛喔 這個好有節慶的感覺喔 而且 左邊就是 左下角那一隻是 那是我嗎 可是他看起來有點像是殭屍欸 難不成是另外一款同名遊戲 同類型的遊戲 喪屍女友的 喪屍男友的那個男友嗎 我是沒有玩過喪屍男友啦 因為我是男生 我就不玩喪屍男友了 對 那我覺得這張也蠻可愛的 嗯 還有一隻 那是殭屍貓嗎 喪屍貓嗎 對,還有煙火 不錯不錯 然後我們再來殺幾隻殭屍好了 又變超多的 OK 然後我看要錄幾分鐘了 七分鐘 好 那我們這一集的影片呢 就先暫時到這裡結束啦 對 因為 也進化一次了嘛 那我接下來呢 只剩147顆腦袋了 我這一天就是 錄完影片之後 隔天我還要繼續殺殭屍 然後賺很多的腦袋 然後讓他繼續進化 原則上呢 我是 每天晚上會拍一集 然後隔天的下午三點會上傳這個樣子 會發布啦 對,大概都是這樣的 排成這個樣子 所以說你們看到的那一集呢 可能就是我前一天晚上睡前錄的 對,我就習慣 因為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是我的床 床頭櫃有沒有 我現在躺在床上 就在錄這個手機遊戲這個樣子 所以咧 我 對,我在這邊再講一下結語好了 我很高興大家喜歡這個系列 因為我這個系列其實真的玩得蠻開心的 那 我會把一些我的心思啊 跟這個 我的女朋友小魚講 當作真的女朋友這樣子去對待她 所以我真的很不喜歡有人就是一直去 預知我跟我的女朋友未來會怎麼樣 這真的行為很討厭 就不要再做了 你做了,你如果未來還是有做的話 就是ban掉了 這就不要再多說了 好啦,總之呢 還是很感謝大家很喜歡很支持這個系列 我也覺得很意外 因為第一次啊 第一次有拍一個不是minecraft的系列 然後觀看次數還這麼高 這麼多人看了 我就很開心 我終於超越我自己了 以前是玩minecraft才會很多人看 現在 玩這款遊戲也很多人看 所以我很開心 呃 我由衷的在這邊 跟所有支持我的觀眾 跟大家說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這麼呃 支持我的影片 那我會繼續努力 幹吧對 繼續努力的 謝謝大家 好,那我們其他的影片 啊對,如果喜歡這個系列 或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喜歡 或是訂閱 或是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 或是同學們看 那如果更多人看的話 我會更有動力繼續抓去喔 那如果你按了訂閱 也不要忘記按一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在我每次上傳影片的時候 都會發通知給你喔 那我們其他影片再見囉 大家 掰掰 掰掰 и uin